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暖暖客厅 欧洲ESG创新的创办人 王于军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创专访 博士好 主持人好 观众好 博士想要请问您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能够把暖暖客厅跟ESG创新 它做一个连结 谢谢大家 暖暖客厅是真的在基隆暖暖的一间老房子 一个百年的老屋 是我阿公改的一间老房子 他真的在专软街15号 那中间很曲折的故事 回溯当初我父亲在1950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是念师范学院 所以他就遇到白色恐怖 大概就在这间房子被逮捕 后来送到绿岛 然后后来幸运的他 10年后回到台湾 认识我妈妈 我们家小朋友 我们家四位姐妹出生 我们过去都不知道 我们家家族的故事 那很意外大概在2014年2015年 我们居然知道这间房子还在我爸爸的名字下 所以我们就决定启动一些跟怎么样疗愈过去的黑暗记忆 怎么样做创新 我们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那也因为我自己在欧洲居住了一阵时间 我觉得疗愈跟创新 我真的会觉得以德国来讲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 过去20世纪21世纪最重要的主题 那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就因为家族的这个很偶尔的故事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让我们台湾朋友更认识疗愈跟创新 甚至可以付出行动跟创业创新 跟国际学习都有关的 那当然最近这几年出现的ESG这个字 我非常感谢这个三个缩短的英文字出现 因为它把我这些复杂的问题 就把它变成永续 变成韧性社会 但我觉得背后比较人性的这一块 其实就是一个疗愈跟创新的过程 是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德国社会 德国它因为在那个纳粹的这个被大家所知道的 纳粹它是一个加害行为 然后您父亲他所遭遇的这个白色恐怖 他是一个受害者 可是博士您他要强调的是 我们要从这些历史的这个创伤的记忆要往前走 历史有很多复杂因素 它绝对不是一切跟黑跟白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灰色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教育里面 就是让我们看过去的经验 它其实让我们学习智慧 学习怎么样跟自己和解 学习怎么样去了解别人 社会沟通 社会信任 所以其实我要坦白讲ESG后面转移成最重要的 我觉得核心的重点其实是 S是Social Communication 跟Trust 互相的行政 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往这边走 那博士 其实讲到您的父亲 我知道他后来就是有得了这样的一个 他是阿兹海默症 应该是失智 其实这个古代的 对 他是失智 对 那如果说以失智来讲 他的一个怎么样就是 您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带他去德国对吗 这个不一样 我带我父亲去德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失智症 他是比较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不把历史看得很重要是有很多原因的 我们认为那就过去就算了 然后还有点就是大家记忆一直压抑一直压抑 其实你不讲 不讲的话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 可是事实上很多事情发生 那我2004年的时候非常偶尔的机会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希望我父母亲能够真正认识一个欧洲的文化 因为他们过去参加台湾的旅行社真的就是一天换一个旅社 然后走马看花 所以我们那时候亲自带他就做住民宿 然后走独 那我发现像柏林这个城市 其实我完全出乎我意料 我父母亲到最后他们自己可以拿自己的悠悠卡 自己坐地铁 因为标示非常清楚 还有一点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重视历史的城市 处处有历史的故事出现的时候 会让我父亲这一辈经过所谓的白色恐怖的压抑记忆的这一群 他们在一个礼拜在几天之后 就忽然整个人放松 你可以发现他们就就开始讲过去的故事 我以前很多故事我都没有听到 我在那时候听到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压抑 那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我重拾这件事情 我觉得即使到现在 我都觉得去国外看 其实要看到很深度的地方 是帮助你自己 你不是在看德国你是先看到你自己 这件事 回到就是两个社会 台湾社会跟这个德国社会 你好像有一个比喻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金字塔的这个部分 刚刚主持人是询问说 我以前是念物理系出身的 然后我其实本身那时候在美国念完物理学位 刚好有机会我就到瑞典去工作 我在瑞典工作其实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我这样比喻好了 我用很简单讲 就我注意到是欧洲人的生活 哇 他们的生活 让从小的教育 就是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好好生活 那回台湾之后 我曾经到很多什么社区大学 长青大学去演讲 我就直接问台下观众 你们注意到自己在教育过程 还有你们现在教育你的儿孙辈的时候 你们最常用的几个字 就是好好读书 所以好好读书对照好好生活 其实我就衍生出很不一样的社会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进入对永续的观点 对任性社会 甚至我们就讲比较白 就是一页时期社会 其实他背后就是你要回复人性 回复好好生活 他这里面他有所谓的融合或者是排除 那比如说在金字塔顶端的 他通常是有一个排除性对吗 我们这样讲 我们刚刚讲好好生活跟好好读书 其实我们好好读书还会牵涉到很多 其实我们还有几个观念 比方说人生胜利主 这个观念就从小一直压抑着我 所以我们其实青少年 也有青少年的忧郁症也很严重 所以我的计划里面 我常用一个字叫做走出孤独 但是孤独的事情不是说 我一个人在外面享受世界 不是人数的问题 其实孤独跟羞耻感失败感 我的东西没有办法更止大家 我觉得羞愧 我觉得我要躲藏 其实这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 我觉得这个 所以inclusion 它的对照就是inclusion 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人生胜利主 一直活到七八十岁 你可以想象是不是存款很多 然后金钱很好 最好就住在豪宅里面 地保就这样 各位可以想 没错这个有很多各位认识的朋友是这样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金钱买不了解决孤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台湾社会会强调 你要住在金字塔的顶端 你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极致的豪宅 其实我们那个语池都在用 inclusion的东西来排挤 我们把成功定位为排挤别人 其实我们核心是这样 可是各位知道 ESG里面的S 大家赶快去查一下 S里面的核心叫inclusion inclusion 我告诉你我从2018年做我的 欧洲共学计划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 后来我发现不断的重复听到 原来这个就是这几年 我觉得其实不是只有德国 北欧这些国家 这个所谓人权指数比较高的 幸福快乐指数比较高 绝对是包容性 多元共融社会很重要 所以大家可能想想 我们的人生胜利组的概念 其实完全违反 比SG的原则 所以这也是请 我可以跟鼓励年轻的朋友 你们的人生 其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象 当你想到你的金钱累积 无法解决你的寂寞跟孤独问题的话 你在30岁的时候 你会做不一样的决定 刚刚有提到一个疗愈的部分 那在启动疗愈跟创新的 这一个国际串联 其实是您要做的 在疗愈的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吗 就是说在德国社会 您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在做这个事情 疗愈有很多种 一方面当然我们就说 我们台湾是个所谓医疗很发达的地方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医疗 其实强调的是生理的医疗 我们在心理生理情绪上面 其实我们长期都被忽略 甚至没有健保给付来做这些 那我们注意到像我最近说我的计划里面 特别其实我们的计划就是把欧洲这些 已经成熟发展 但是在台湾大学里面都没有在教授的这样的过程 我们希望能够透明间之力把这样的知识 因为这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第一个也包括说以后我们创业 跟我们新经济的走向 比方说德国大家知道他是个音乐大国 他有很多音乐的资源 可是他同时也是个音乐疗愈的大国 那德国不仅这样 还有园艺 森林疗愈 还有动物 这个都在德国社会都非常强 动物不仅是宠物 宠物跟人的互动 刺激你的神经 解决你的寂寞 这里面甚至我都可以讲的不要现实 他就其实是给失智症者的防复 或者是减缓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园艺刚刚讲 森林这些 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非常森林资源 非常丰富 是不是可以大家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可以想象假如我年纪大 我开始得失智症 或某一种形式的身体上的障碍 我希望我不是每天吃药 打针 我希望我有跟动物活动 我可以跟园艺 可以跟音乐 跟到森林去散步 我希望这也是大部分人会向往的 那这个需求其实就是创造经济的市场的需求 其实他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 请大家不要想到我们台湾只有半导体 我们应该还是有有绿色照顾的可能 是 那想要请博士跟我们分享 就是您对于暖暖客厅 然后走向这个欧洲ESG创新的这个部分 您的短中长期计划 过去就是我们从疗愈创新开始 我做一个实验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不拿政府补助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用民间自己的需求来驱动 让我也更能够灵活来弹性来运用 所以我用一个旅行的计划 带大家去走读到德国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不久之后可以带大家到荷兰 那我们开始也是有点混 我这是旅行计划游学计划什么 后来我渐渐这样跑了 我们总共现在有9次的一个计划的旅行的经验 我们累积了欧洲朋友的友谊 我们也累积台湾朋友的友谊 我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也跟一群建筑师都市规划师成为好朋友 我觉得我想的 我真正想的是希望给台湾的上班族 就算他现在三明治状 希望在下面有小朋友上有老子 我希望他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 他可以真正到欧洲有个深度的修养 而且他遇见他最重要的人生的改变 那我们为什么希望带到现场 现在现场会议什么都很方便 我觉得现场有一点你要看到真实的人 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改变 你才会觉得这些人也很普通 他不是政客他也不是财团 他跟我们一样 只是他们愿意主动做事情 他们愿意主动聚取一群朋友 一起来推动解决社会问题 接待难民 解决高龄社会的问题 解决儿童身心灵障碍的问题 但是很多都是民众自己主动做的 那我们看到这样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 台湾的朋友到现场看到这样 其实他的生命会有很多的改变 他知道他过去的人 他回到台湾之后 他就会开始进行一些他该做的活动 所以他其实真正来讲他是一个教育 他是个教育 所以我们觉得说 之后我就当然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说 我们不久之后可以在柏林 甚至我也非常喜欢核兰 我也希望在路德丹 我们可以设立据典 那这里面就可能我们很希望有合作伙伴 我们再来谈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希望我们的ESG 不是只有在做碳排管理 写报告书 或者是做各种 这种好像说技术上的量表上面的计算 我希望大家真的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 那价值观的改变 那我相信既然这个ESG的风潮都已经推动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对于新型的实验教育的需求 国际教育ESG的转型 我相信我们这一块可以跟很多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来形成一个伙伴关系 对因为在博士的这个刚刚的一个聊天当中 ESG他真正最后他能够推动的是在于观念的一个改变 对对对 好那博士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您是创业者 其实您不被这个创业者所局限 那但是如果说以创新啊或者是社创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疗愈跟创新 这种种的一个连结啊 你觉得人的这个素质当中啊 是怎么样可以推动我们真正做出改变 其实我觉得信任 你愿意信任别人 那运运性其实我跟一开始我们讲走出孤独 我觉得其实密切相关一个孤独的人 其实他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 他更不用信任别人 所以这其实背后有一个整套的 怎么样的一个让人觉得安全 他的生命最基础的东西会被接触 不会被摧毁 你想想看我这次在德国跟荷兰旅行两个礼拜 我见到多少乌克兰男民 我仔细问他们 现在德国境内有300万乌克兰男民 他们都一个不断的就站起来 甚至自己又透过互助 怎么样帮助乌克兰女性创业 怎么样站起来 你会觉得这些人都经过这些辛苦 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其实台湾人没有什么更多借口 那我觉得我希望用这样方式来鼓励大家 其实创业的可能 创新经济的可能 其实有很多种 那你需要去尝试 你一定要先开始动起来 那我有点建议 欧洲已经跑过这么多战乱这些太多经验 但是他有太多资源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为何不做一个更多 这样去直接跟国际教育的一个串联 这是我们希望 那我也希望说 台湾的上班族这么疲累的状况之下 我希望给他们 他还是可以进修 他还是有国际学习的可能 今天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暖暖客厅 欧洲ESG创新的创办人王于君女士 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想就是一个预见 然后可以带动很多的 就像您在台湾 然后在德国 乃至于就是其他的欧洲各个地方 最后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到台湾 然后再走向国际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见 对 然后在这个当中 我们有很大的其他的一个力量 然后最后用ESG这三个字 来为您表达清楚 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谢谢